不好意思,想聽的舉手我看一下好不好 沒關係,三分鐘就好 在座各位議員以及我們主席還有我們各位市府的團隊 我是博德公司 那我今天有發一個聲明書 第二點,如果有聲明書的人請看第二點 我們跟台北市政府簽約第16.5條 除非本契約已全部確定中止 於爭議期間,處理期間 家裡雙方均應繼續執行本契約 雖然台北市政府已經稱所謂的上一次的仲裁案 他們已經贏了 但是在去年我們有一個判決 102年度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訴訟的數字第1132號判決以明確語語薄斥 細真,就是剛才副學長講的 仲裁判斷之理由 雖然認定台北市政府已合法向原告 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那邊是沒有被承認的 然後我們這邊有第二個仲裁案還在執行 另外,剛才那個市府都有提到 102年的6月他們收回土地 抱歉是102年6月4號 黃清高副局長帶隊進來 第一次沒有工程 第二次6月5號從後門攻入 這個案子我們已經告刑事了 這個案子還在審議中 所以目前博德公司跟所謂的台北市政府 有所謂的刑事還有訴保環評督審的行政訴訟 都還在繼續執行當中 所以我們公司要求台北市政府立即停止辦理 這個所謂的廣磁開放土地強度的規定 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相關審議及核定程序 以免侵害本公司合法履約之權益 以及造成日後法院判決或仲裁判斷認定台北市政府 終止規徵契約無效之應繼續履行之執行障礙 如果有人罔顧人民權益職意違法辦理 剛才我講的那些程序 造成博德公司難以履約或有重大屬失 博德公司將依法求償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謝謝 好 謝謝今天的這個會議呢 大家充分表達意見 那我也謝謝大家 所有撐到最後一分鐘的朋友們 那博德呢 請忠心我暫不回應 因為我們在重視司法送送當中 那我就請司法途徑來處理 那麼今天 現在時間是9點50分 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麼也謝謝府內各位代表的幫忙 然後說明 還有跟我謝謝幾位議員的親子參與 還有各位里長的朋友 那麼今天的座談會 我想4月2號再強調 4月2號在市府有專案小組 如果大家要表達意見 或者想旁聽 也歡迎到適度的會來 好 那以上就 今天我們的會議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